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明记马克斯泰因报道,胡人新赛季训练营将于9月28日正式开启 媒体日定在9月27日,也就是说,还差7天时间 这只崭新的胡人又将起航,乡下赛季总冠军发起冲击 与此同时,明记谢布尔本在一档节目中谈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施罗得这一次回归胡人,他没说相首发,胡人也没承诺他首发 据我了解,胡人仍将威少视为新赛季空位首发位置 他是前MVP,他应该得到尊重,而作为詹姆斯团队于用记者之意 明记温德霍斯特在节目中直言 看看现在胡人这些人,投篮表现都不好 过去15年,詹姆斯身边的人都能投篮 现在最好的是纳恩,还不知道能康复到什么水平 我真不相信胡人内部人士认为他们的阵容能奏效 先来看看胡人现在的大名单 投卫线上,施罗得,贝弗利和威少都具备首发空位的实力水准 单数位置只有一个,施罗得可以巨大替补 那贝弗利呢?就有胡人媒体报道 贝弗利可能被哈姆推到三毫位去打3D侧翼 实话实说,贝弗利防守确实好,但他身高只有1米85 在二毫位上,有纳恩,朗尼沃克,里夫斯和克里斯蒂 这配置一言难记,纳恩上是恢复如何不得而知 沃克偏向于持球,里夫斯确实很努力 攻防两端表现都很好,但是没有投射能力 最后一个就是小将克里斯蒂 后卫看起来人很多,能用的有几个 而在风险上,詹弗斯加农美锁定两个首发名额 踢步席上只有小特洛伊布朗 安德森和加布里埃尔,中锋有琼斯和布莱恩特 如果戴威斯来打4号位,琼斯和布莱恩特竞争5号位 那这套胡人阵容威少加贝弗里加詹弗斯加戴威斯加布莱恩特 完全没有任何投射能力 一个威少就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 还要增加一个中锋,真会让詹弗斯前后为难 冲也冲不进去,头也拉不开空间 所以胡人下赛季一些关键比赛,或者一些关键时刻 一定是让戴威斯打5号位,我相信球迷也应该明白戴威斯打5号位的意义 技术优势,帮助队友腾出篮下空间 也有错位惩罚对手大中锋的能力 可是如果戴威斯打5号位,问题又来了 威少加朗尼,沃克纳安加贝弗里加詹弗斯加戴威斯这套阵容 更没有投射能力,威少上赛季三分球命中率29.8% 贝弗里34%,纳安是胡人后卫线上最准的 但在他受伤前那个赛季是38%而已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是当戴威斯打5号位时 胡人没有强硬侧异,贝弗里太矮,老张太老 慢事一方面,重要的是随着年龄增加 老张会主动在防守端减轻自己的负担 也就是防守积极度不是那么高 这种情况下,胡人封献替补齐上 只有上赛季场均6.4分 33.73分球命中率的小布朗 一击没有投射的加布里埃尔 至于安德森,勇士都用不上 胡人怎么用 而胡人如今14人大名单中 最好的一套首发阵容 威少加沃克加倍弗里加老张加戴维斯 整体高度不高,没有投射 而且可能要饱受伤病困扰 胡人心帅哈姆从上人到现在 多次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球队防守的重要性 可是巧妇难为五米直吹 联盟诸多争管级别球队 风险都是豪华战舰 做个最直观的对比 就与同称对手快传为例 快传新赛季阵容非常可怕 首发 沃尔加鲍威尔加小卡加乔治加祖巴茨 两个联盟前五的小先锋 而且鲍威尔也极具侵略性 而在替补西上 还有雷迪加肯纳的加考文顿加小莫里斯加曼恩 除了雷打不动的一号卫士沃尔和雷迪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能参与无限换位 整体高度足够 对抗足够 运动能力足够 且不说快传首发小卡加乔治与老瞻和戴维斯之间的竞争 快传担就替补西上的几个风险 胡人依靠小特洛伊布朗 加布里埃尔 安德森 沃克这些人能对抗吗 答案显而易见 兜兜转转 胡人重回原点 自从胡人在泡泡园区夺冠后 他们送走了丹尼格林 卡鲁索 波普 图兹马 却不断增加后卫人选 而这些后卫中 一代天子一朝城 波格尔时代是老将为主 卡鲁强调防守 胡人给他配置了贝弗利这样的防守猛将 但是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投射能力不够 虽然戴维斯和老瞻合作了三年 但是到现在 胡人依旧没有解决戴维斯位置的问题 换句话说 胡人一直在摇摆 而透过阵容得到的答案 是无论戴维斯打击后卫 胡人都有没办法解决的短板 总冠军 对于胡人来说 是和其遥远的话题 而戴维斯也被胡人管理层欺骗了 首先 胡人不愿意付超级奢侈税 这也就意味着 为少加两手轮换取机站立 存在一个制约上限 其次 胡人十四人大名单 到了名下十一人合同到期 胡人可以腾出 接近三千五百万美元 去追求一位明星级别球员 这就意味着胡人对于下赛季 用两手轮换取机站立的愿望 变得不再迫切 一年而已 胡人管理层等得起 而且少损失两个手轮欠 最后 詹姆斯即将年满38岁 他还有多少时间去竞争总冠军 当初詹姆斯续约时 佩琳卡可是明确表示 可以为了补强阵容 放弃未来资产的 现在呢 为少新赛季又值得首发了 这两个胡人 我们别抱太大希望 然后另外一边 为了重回NBA 靠心思也是豁出去了 偶然翻到了靠心思晒除的 最新训练视频 视频中的他展现了 不少细腻的进攻技巧 如顶防上篮 扣扯扯不三分 突破反扣 虽然机下无对问金 但考新思还是一如既往的 维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 等待球队的召唤 尤其在体格上 考新思的速身效果 有了显著的进展 比起上赛季 又瘦了不少 准确来讲 应该是变得更加精壮有形 瘦成枯兹吗 这是 最难能可贵的是 考新思没有因为减轻体重 而失去了对抗 基金里的各种横冲直撞 颇有国王巅峰期那味 而且迅捷的跑跳和场上的 机动性也是拉满的存在 渐进体重 对于现阶段的考新思来说 还是力大于弊的 好处是迎合小球时代的需求 伸手敏捷了些 尽可能不拖慢球队的攻防节奏 增强机动性后 防守区域还能再往外现阔一阔 且鉴于之前大小伤不断 诸如踢呼时期的左脚跟腱撕裂 用试时期的左股四投机撕裂 虎人时期的左膝前交叉韧带撕裂 涅槃重生的考新思需要慎重 考虑自身体重是否 会因为激烈的肉搏对抗 而渐渐引起旧伤的复发 因此适当减重多少能防范于未然 必处当然也有 修饰进去的攻防威慑力 可能会不如以前了 了解考新思巅峰打法的老哥们也都清楚 良密淋巴的他之所以能被称为 联盟第一中锋 除了拥有全能的身手外 吨位和爆发力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如今因为伤病导致爆发力受到影响 又因为减重导致吨位下降 失去两大法宝的考新思 在U7区就很难做到曾经的翻江倒海了 靠灾投射能力没丢 从火箭时期 考新思就有意地往外现飘了 转型成空间型内线 快船17式形势所必 又得重回内线应造 为球队排游解难 而上赛季效力于雄鹿 绝境期间 则再次以中元头作为常规的进攻手段 当然偶尔也会有昙花一现的炸扣 这玩意其实是个LOL英雄削弱一个道理 一代版本更新下来 把某些英雄赖以生存的技能给削弱 那实力大打折扣的弱势英雄 能否登场自然成为一个大问题 想翻场就得研究新拿法 必要的时候还可能会去改变英雄的定位 才能从而焕发新生 如今的考新思就是上演着弱势英雄回归的颠簸戏码 再也甭比考新思转位高射炮后效率如何的问题 人家大伤后至少能重新站在场上 也意味着得到了球队的认可 已经算是不可小觑的成功了 要是把如此惨烈的重伤时 甩在联盟现役任意一个中锋上 还要逼迫他们转型更换打法 那基本是天方夜谭 诸如小赵丹 戈贝尔这类双一阵 联装DPOI的全明星中锋 早就隔屁了 哪能又翻场一说 刚过完生人的考新思今年也才32岁 目前身心健康 也没有自暴自弃 按道理来说一份底薪加盟问题不大 目前联盟各队基本上都还剩下训练营合同名额 就是为了最后一周挑选自由球员 显然 考新思会被选中 但对于考神来说 居若队没有任何意义 他的目标是去强队争取拿冠军 蓝王仍然缺少替补中锋 有网友认为 蓝王可能会考虑迁考新思 毕竟他是一位能投三分球的中锋 可以和不会投三分球的西蒙斯搭档内线 考新思曾效力勇士和胡人 这两队会考虑迁回他吗 勇士中锋位置有卢尼和怀斯曼 从培养怀斯曼的角度考虑 迁考新思没什么意义 考神当年在胡人还没等到赛季开打就中伤 考神和农梅各的关系不错 曾经在提护搭档内线 胡人还剩一个常规合同名额 如果签下考神 那么内线实力将进一步提升 可惜联盟各队的佣人准则相当统一 先挑有潜力有实力有活力的年轻小伙入队 待到赛季开启后 商饼巢不断席卷之时 菜市游荡在联盟的老将 商与归来球员的签约时间 可考新思等待这一契机的球员还有很多 比如小托马斯 火花 格里芬 哈德 甚至是我们的甜瓜 相信每一个执着的守候 都能等来开花 结果